路客团游览车火烧车事故 也烧出了许多安全问题 交通部宣布将要加强路检蓝查力道 并且将要成立200人的检查小组 在各个服务区和国道收费点 以及游览车停车场主动计查 将大客车拦下来进行安全检查 一上车先看看安全门有没有堵塞 紧急逃生出口能否顺利开启 车窗急迫器至少要有三支 灭火器是否有放在固定的位置 必查看有没有过期 再来还要测量轮胎的胎纹深度 按下去只要在红色范围之内 就是不同规定 那怎样是可以 超过红色的就可以了 路客团游览车火烧事故影响下 公路总局加强路检蓝查的力道 将蓝查的比例 从每个月的六千两百多辆次 提高到七千辆次 下午北市监理所在市区大规模蓝查 只要有不合格 就会立刻开罚并召回复检 驾驶人旁边那个灭火器的部分 可能驾驶人他比较没有注意到 就是他那个气压部分 他可能就是没有符合规定 就是说灭火器可能有私下的问题 目前是查三台嘛 那目前是没有违规的情形 这一次游览车火烧事件 烧出许多安全问题 交通部长贺成蛋 今天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 陈同表示 即刻起成立机动机查车队 来检查全台的游览车体安全 本人自上任以后 就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 降低事故 换起全民警惕 以减少交通伤亡为首要工作重点 这次重大事故更凸显 我们全面维护交通安全的政策 执行刻不容缓 事实上自从开放大陆团来台旅游 平均每年就有九人因旅游事故死亡 五十个人受伤 有立委就要求交通部 要好好检讨低价团旅游的问题 在销价竞争情况下 游览车才会采用拼装车降低成本 贺成蛋表示 将会在三个月内重新研议车辆的安全审查标准 记者综合报道